据韩国媒体报道,5月9日中午,涉嫌集体性侵的韩国歌手崔忠逊结束拘留前审讯离开了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在结束拘留前审问后,崔忠逊正式被拘留,双手捆绑走出法院。 崔忠逊涉嫌2016年3月与他人一起对一名女性实施性侵。 涉嫌与崔忠逊一起集体性侵的某娱乐公司职员徐某,以及某人气女团全性成员的亲哥哥。 今天也与崔忠逊一起接受了拘留前审讯。